Hello 大家好 這次化妝是一個比較顏色的妝 如果大家想學就繼續看下去 首先我會先用保濕膠打底 然後我選了MARC JACOB這個粉底 這個粉底是很高遮瑕的 不過我不太喜歡瓶蓋是這樣的設計 然後我會點粉底在臉中間 再用一個濕了的Beauty Blender 散開它 由於這個粉底真的很高遮瑕 所以幾點已經可以散開整塊臉 甚至遮瑕膏也不太洗茶 如果想遮一遮黑眼圈 只要點多一點 然後再用Beauty Blender散開就可以了 上完粉底就用碎粉全面定妝 之後就到畫眉了 這次也是用Beauty這支偏灰色的眉筆畫 我會塗上眼影前 我會塗眼影前 我會塗眼影前 這支是BECCA的眼影前 我塗完眼蓋後 我會塗眼影前 我會塗眼影前 之後就到主角出場了 這支是用了Mail Cosmetics的Radio Active Stack 裡面有這四個螢光很鮮艷的顏色 在塗眼影前 我會塗上眼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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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做一個時候 要做比較小心 首先 我會用一個大一點的眼影掃 從眼尾開始塗三分一左右 然後 我會用一個大的blending掃 把顏色 把粉紅色看上去才會漸變明顯一點 然後我會用黃色眼影塗在眼頭上 上眼的部分大概塗三分之一 下眼的部分大概塗二分之一 同樣都是塗了第一層之後 就blend 翻鬆去然後再上第二層的顏色 顏色看上去才會漸變 之後就到用橙色 我就會用眼影掃 輕輕把顏色拍在粉紅色和黃色中間 輕輕拍上去就不會有那麼多fall out 然後也是用一個小的blending掃 向前和向後把黃色和粉紅色 blend 均勻一點 然後再上多一層顏色 又是重複再重複這個步驟 然後我就會用一個扁身一點的blending掃 把眼窩位這個位置blend 翻鬆它 blend完一段時間可能顏色又淡了 所以你又要加點顏色再blend 其實這個妝就不停要重複這些步驟 直至你覺得妝的顏色夠漸變 之後這個綠色我就會塗在下眼尾的位置 我會把綠色overlap少少少黃色 然後再blend 翻鬆它 然後再塗第二塗 再加點黃色在眼頭 塗完之後我就會再用大的blending掃 整隻眼睛再blend一blend 不夠顏色的地方我就會加點顏色 之後我就會用gel eyeliner畫了我的waterline 然後就會再在外面畫一條很幼的眼線 畫完我就會輕輕用棉花棒blend 軟一點點 再在眼尾拉長一點 之後就是夾眼睫毛 然後我就會用一支黑色的眼線筆 畫一點點下眼線 然後用棉花棒blend 放鬆它讓眼睛看起來精神一點 然後就塗膏 眼妝這麼誇張 所以我就會黏一個誇張一點的假眼睫毛 我最喜歡也是用這個duo的假眼睫毛膠水 因為我覺得它黏眼睫毛是黏得最實的 黏完之後我會輕輕用一支黑色的liquid eyeliner 塗膠水可能白了的位置 然後我發現眼妝可以再誇張一點 所以就順便黏下眼睫毛 黏完上下眼睫毛之後 即時覺得自己的眼睫毛漂亮了很多 之後就到contour 我就用了Cat Von D這個 shade and light的palette 塗完臉的陰影 最重要是打回鼻影 highlight我就用了Becca這個moonstone 除了拳骨位之外 眉上面這個位置我都會塗一點點 那詳細的contour and highlight 就可以看回我上一個video 胭脂我想淡色一點 所以就用了3concept eyes的紫粉紅色胭脂 整個妝就完成了 然後就到嘴巴了 嘴巴有幾個選擇 第一個就是這個粉紅色的lip gloss 妝看下去就沒有那麼誇張 第二個選擇就是一個雅色的liquid lipstick 我覺得這個粉紅色搭在眼妝上很漂亮 而且又不會太浮誇 不過塗深色的嘴巴之後 我就覺得臉太青了 所以我就會加一個深色一點點的胭脂 最後這個option就是一個 終極浮誇的螢光粉紅色 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喜歡這個 終極浮誇版的顏色呢 我自己就最喜歡了 雖然這個妝未必是你們會化來出街的妝 但是我就想分享多些不同風格的妝給大家 所有用過的產品我都寫了在下面info box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次的分享 記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facebook和snapchat 拜拜